另外预风弗朗星是以相当于中度台风的威力 登陆了美国路易斯安纳州 超过10万户大停电 部分地区的停电比例更是高达有5成以上 预风在登陆之后威力稍稍减弱了 不过气象单位依旧警告整个墨西哥湾的北部沿海 还是可能会引发致命的风暴潮 大面积的洪水以及破坏性抢风 冒着生命危险在强风暴雨中播报 飓风弗朗星美国当地时间11号 约下午5点左右 在路易斯安纳州南部以二级飓风的威力登陆 登陆时最大风速接近每小时160公里 相当于中台威力 现在以减弱为一级飓风 记者双脚都泡在洪水中 飓风弗朗星是今年在美国登陆的第三场飓风 现已造成路易斯安纳州约19万户断电 其中中部海岸部分区域超过50%加户断电 飓风弗朗星从墨西哥湾往北 向路易斯安纳州袭来 以抱怨警告美国墨西哥湾北部海岸 可能会出现致命的风暴潮 大面积洪水和破坏性强风 请民众务必做好防灾准备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纽澳梁已有车辆被洪水淹没 州长也已宣布路易斯安纳州全州 进入紧急状态 呼吁州民做好安全准备 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外出 居民们则赶在最后一刻前去采购物资 希望能安然度过风灾 我们在这里住在我们的社区 我们很喜欢大家 所以我们想要确保他们的电池 他们需要的材料 我们在工作 我们要留在这里 我们要留在我们的社区 来新闻 五贵真变异 新闻五贵真变异